大家好,我是Alisha,加拿大政府注冊移民顧問 歡迎大家收聽Honcouver,你問我答的 在線上我的partner就是Nicole Chen,她是溫哥華的移民律師 我們幾個星期都一直在說 Criminal Rehabilitation 意思是如果你不幸地有犯罪紀錄的時候 可不可以移民呢? 我們就用Case Study去解釋 每個星期就會有一個案例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我們去解釋香港法律,她犯了什麼香港法律 你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加拿大這個是不是一個crime 我們這個星期就講一個開車 那開車每個人都很relate的 會開車去街的 這個Case就講一個外國在香港做事的人 可能對香港的路面不是很熟 她有一次開車去送小朋友去一個birthday party的時候 在一個十字路口那裡撞傷一個行人 那個人過馬路 綠燈過了之後她照充燈 可能她控制不了自己的車 撞傷這個人 就被法庭落案起訴她 犯了這個香港 road traffic ordinance Section 36A 叫做Dangerous Driving 是 causing bodily harm 就是令到途人受傷的 這個她是有案底的 那她可不可以移民呢? 是的 所以2021年就比較近期 就是她前幾年就犯這個 如果她是想申請來加拿大的話 我們就看看她在香港 這個是不是一個crime 那你直接解釋了這個是一個crime 那我們就看 那加拿大是不是一個crime 那加拿大這個應該也算是一個crime來的 因為那個criminal code裡面是有說到 如果你是dangerous operation 就是你駕駛的時候是個 怎麼說好呢 你的行為是對於其他人是有危險性的 或者如果你是危險駕駛到你 甚至乎是傷害到另外一個人 就是bodily harm 這些都是一個crime來的 是的 那如果你是傷害了另一個人的話 那這個是很明顯地是一個crime 因為operation causing bodily harm 但是那時候你傷害到另一個人 其實這個是大多數部分都是一個crime來的 是的 那我們就會再看 OK 那你在香港犯了法 那你在加拿大 這個也算是犯法的 那就看我們其實這個是 都幾近期發生的事件 那多數我們就會建議你申請一個叫做temporary resident permit 在加拿大 就你不可以洗底住的 你是要等到五年過了才可以考慮可不可以洗底 嗯 OK 那多謝Nicole和我們分享 所以駕駛也要小心一點 保護自己家人 還有路上的人 還有都會受到這個影響你移民的一個路程 那希望這個case幫到大家 那如果是請你和你們的親戚朋友分享 如果你有什麼topic想說 就請你在我們下面留言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